11月10日,来自大海的邀约青岛邮轮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随着疫情后旅游产业的恢复 邮轮旅游目前正在逐步复苏和发展 中国的邮轮旅游受疫情影响停航已经三年半 今年6月份是在上海进行了首批复航试点 今年9月份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通知在全国恢复国际邮轮运输业务 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在9月29日率先实现复航 然后抢抓这个市场的恢复期,为大家带来一些更丰富的产品 咱们北方的主要母港就是青岛、天津和大连 目前是青岛和天津率先进行了复航 我们现在青岛就是11月12月有航次,明年3月4月都有 以环球游轮为例,在2019年那会儿没有疫情的时候 一艘环球游轮的航次上大概只有十几位中国乘客 那么今年在2024年1月5号出发的环球游轮上 交有近200名中国游客一起乘坐游轮进行环球旅行 这个占比将达到10%以上 这与疫情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专家向记者介绍,中国游轮经济从21世纪初开始发展 曾有过接近250万的游客量,到疫情期间发展停滞 如今开始逐步恢复,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市场总体还是比较温和,没有呈现出比较火爆的局面 游轮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这样一个产品 他们的船票一年前恐怕就卖了 所以即便我们这个市场,中国的市场开放 但是这些国际游轮仍然很难回来 所以今年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市场比较缺船 前不久,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正式交付 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国产大型游轮的出现 为中国游轮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 爱达摩都号的游轮将在1月1号开启上海的首航 那么首航的仓位预定的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像前三个月的巴伐利亚的阳台房和套房 这些房型很早就已经售庆了 一些主力房型的现在处于一票难求的状态 尤其像春节行次,基本上能预定到的仓位已经很少了 现在有个非常好的契机 就看1月1号这个爱达摩都号 然后正式运营会不会掀起中国游轮市场的一个 因为这是中国首搜自己制造的船 也是相关的运营团队完全依照中国人的想法 做了相关的一些产品 在中国文化的相关搭载上 是其他游轮公司肯定是做不到了 所以它的特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 跟开心麻花的合作 然后还有精量啤酒 还有跟敦煌艺术院的相关的合作 推介会现场 青岛国际邸轮港区服务管理局 与北京首批20家重点旅行社 签订了邸轮客源合作协议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人口众多 具有发展邸轮旅游的巨大优势 与此同时 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大力支持邸轮经济向好发展 像去年8月 工薪部等五部委出台了支持邸轮旅游发展的意见 包括今年国务院相关部委也是围绕着邸轮通关便利等各方面都在出台一些扶持政策 从地方层面来讲 就是很多的城市也是围绕着恢复和扩大消费 来支持邸轮旅游发展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像我们青岛就是对于访问港始发港的客员来青岛坐邸轮都有200到300元的补贴 对于购置邸轮对于航线布局都有一些扶持政策